几个日和礼拜日 由苏如来苏选公的日 先行与欧行选一千杯 有逢上帝万修 上午九点 咖宜煮鸥鸥 共富在天既好发贵 咖新春团白 任劳定位 咖宜江藤 空5 225 5888 咖宜重心 空5 216 6енд 浩保重心 空5 230 警察十方大iro 用有真 ON 参加 阿米道 gratitude 绝招您的佛幸不热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夜 那警戒项 只要你一天拜餐 那警戒项 随线随消失 随线随消失 这有时间长 也有时间短 这种现象呢 地藏文书现象呢 我是没有 但是我得扭腰 大概有这么三四个月 天天晚上做梦 那脑壳一搁到枕头上去就睡着了 就做梦了 到醒了为止 第二天 只要是一到睡眠 脑壳一搁到枕头就做梦了 大概有这么一百多天 这就是这样的 许一世的 你所有的经过 有时候修行很好 有时候又造业 有时候造完业了又修行 他一世一世的不断了 大概是从 我自己的梦大概是从那个唐末送出开始 一直到我的县生 就在美国那一段时间 我跟红绝法师讲过 但是这个没有生的决定 没生决定的也没有开智患 也没有什么业障 就是散呢 好像两个 其不偏于散 也没偏于那 好像正常的运转 这就要选许一世的业 过去所作所为的 一生一生的就像这样浮现 幼者 扶刺 笔住众生 就是说修颤法的人啊 不修地藏颤的人 不修詹诈颤的人 没有 这个笔住众生专指修颤法的人啊 说这个修詹诈颤的颤法的人 虽然没有能够见我的化身 也没听到我的化身说法 那么他应当呢 学个支撑心就好了 这句话就这么个含义 只要能使他身口意得到清净相 我已护念他 有些女拜灿 虽然身口意清净了 上来所说的地藏谱的现身 或者说法呀 或者加持你呀 这种现象没有 几会没有 没有见到我的化身 也没有能够给他说法 那么他就应当学自信 自信下文要讲的啊 使他身口意得到清净相 在内众生 我已护念他 护念他就是令他一切的障碍呀 都消灭 修道呢 很快成就 护念的意思 就是那些个 邪魔呀 天魔波寻呢 想来破坏他修道的力量 都不能尽潜 就是地藏谱的护念 乃至于九十五种的外道歇斯 一切鬼神 不会摇轮到他的 这个时候所有罪业 五概十禅啊 什么都没有了 他可以修禅定 也可以修智慧 智慧就学经啊 学法呀 禅定就许定啊 定会两门 一个子一个观 那么呢 就能够修止观 就能得到 但是这个是得得清净伦相的啊 扶持 要再莫视一些众生 随不稳就禅定智慧 除药之大 但照种种的众恶 贫穷 困苦 忧恼 笔牌 在这个时候 应恭敬 礼拜 供养 忏悔作乐 忏悔自己所做的乐事 回所做乐 忏悔过去所做的乐事啊 乐业现前呢 恒常发愿 那自己呢 经常的发愿 这个愿每天 大家都有都要放 一个忏悔 一个回向 忏悔 忏悔每天都要忏 法院 帮助别人 利益众生 把我所做的好事啊 全回向给一些众生 给能受苦受难的 那我所做的错事 我全忏悔 群穷 贫穷 困苦 忧恼 种种笛牌呀 遇到这些个警戒性 现前 你恭敬礼拜 供养 这都是我过去呀 所做的那呀 现在现前了 那你就忏悔吧 改正吧 就念帝丈夫的忏悔 让他那夜发现不太严重 那你怎么办 一切是一切错 不管在银河情况之下 一切是一说 承送我的名号 这承送可不要虚情假意的承诺 要支撑 要恳切 那种种衰脑呢 就会消失了 把这个报身舍掉 再生 生于善处 没说这个 没说这个愿者发愿 如果那 你加上你一个发愿 求胜极乐世界 那帝丈夫都加持你 让你得胜极乐世界 说我们在末法的众生啊 一般的都为生活所笔牌 种种因缘 如果你能见到寺庙 如果能到寺庙里拜拜 不是善神啊 不是那些个神庙 只说是佛 佛菩萨 但是也没有个求处理心 也没说求定求会 也没有想说除药法门 我们很多佛弟子 他们想说 了生死的愿不欠啊 不是信佛的人 三宝弟子都要了生死啊 我们可以自己问问自己心吧 是不是每天都求了生死啊 再加二宗 犹伯萨又会一部说了 就我们出家的道友们 每天早晨清晨 上早店 你发过愿啊 我要了生死啊 每天都发愿 我要了生死啊 我要断烦恼啊 是不是这样做了 自己都清楚 外人不清楚 我要自己才清楚 每天对自己所做的乐 都悔改吗 都做个发愿忏悔吗 能出脱种种衰脑 这得经得起考验 自己最明白了 外人都不知道 外人谁知道 你心里想什么 例如说我们说 经常大家所念到的 当我临命中师 阿弥陀佛 以众色以助圣众 香化的应接我 让我心不颠倒 就能往上到极乐世界去了 能做得到吗 你要以散烂心 能去得了吗 弥陀经说得很清楚啊 要一日 要二日 要三日 要四日 乃至七日 你得做到一心不乱 才能生啊 能生 得得到一心不乱 不能生 是你心里散漫 你自己相信自己不 你因为你能生不 我绝对能生 我心不散乱 亦不颠倒 没有病苦逼牌你 你发愿 可能做得到 要你在八苦交尖 生死之间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还能这样子吗 大家 经常是求生境都 有个咒 大概是 如果在那个时候 你还能念 你要在那个时候 能念这么一句 绝对能生 那当然业障现前 咒不现前了 你平常一天念十万遍 没有 三万遍 没有 念一万遍 乃至一千 念一千遍 但是天天念 绝对能生 到时候业障现前 咒语忘了 念不出来了 你必须平日的功力 把业障消了 到时候 你一念 这个信心不变 这就 虽然还有业障 阿弥陀佛的咒 加死你啊 这就叫 待业往生 并不买业障消失 待着业生极乐世界的 当你生到了呢 业障就没有了 业障就消失了 所以我们的信心 一定要兼顾 不管你学哪一法 第一个条件 就要信心兼顾 地藏菩萨 跟我们这样说 也是要么信呢 福祀未来之事 地藏菩萨又嘱托我们 说在末法的时候啊 未来那时候 或者在家的 或者出家的 这些众生 想要求一个三规五戒 清静的妙戒 但是过去呢 犯了很多的罪 没有机会受个三规 还不说五戒 十戒八戒 更不要说了 就没有个机会 能使我得受 清静妙戒 乃至于受个三规五戒 也得重罪消灭啊 如果是真上的重罪 你能得到受戒机会吗 得不到 不得受着 因为你做了真上重罪 你受不了戒 但地藏菩萨呢 告诉我们 方便 修忏悔法 达到自信 令其自信 身口于这个善相 得到了 但是得从自信得到 或者你念佛 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你得要自信的念 不是自信不灵 达到自信了 就灵了 受戒得戒 消灾免难 你要灭罪难呢 罪难也消了 或者是 要比众生 详学摩和眼道 摩和眼就分大乘道啊 详学大乘的经典 或者是享受菩萨的仲见 我们道友都同时受菩萨戒 很多人都受过菩萨戒 菩萨戒不犯 是不可能的了 特别十重四十八经 你心里一动念 就犯戒了 跟比丘 跟比丘比丘尼戒 三规五戒完全不一样 三规五戒乃至八戒 十戒 比丘戒比丘尼戒 这是事啊 你得犯了 才算究竟 菩萨戒不是啊 菩萨戒是理啊 你心里一动念 就犯戒了 不等造成事实 因为是心戒 心戒是心犯 只要一心头 一喜心动念 你就犯了戒了 我们这凡夫心 能不起心动念吗 这是办不到的 不过戒律总说呢 十二六一戒 就是你规矩啊 行主作卧啊 十二三法戒 十三法是哪法 这个就深了 三法跟哪法 这个意义啊 比那绿一戒就深了 菩萨戒是化众生的戒 化度众生 这里头化度众生的 散角方便多 但是你举心动念 是不是合众生 合众大悲心 合众大慈心 这就分析了 讲究自信了 自信就是你自信一处 是你诚恳 没有妄念 说这个段经文呢 帝章夫告诉我们 说你要想 菩萨和受菩萨戒 或者得受根本戒 乃至于三规五戒 那你请师证明 谁是师父呢 十方诸佛菩萨 请师父祝福菩萨 来给你证明 那你要发愿 发愿 一心立愿 注重在一心啊 这一心咱们 有下文就专讲了 完了把戒相了解清楚 承办戒相 先说师根本 这叫重戒 完了以后才说 四十八情 这叫清戒 清重都具足了 身口意 都具足了 在佛前 自己发愿 自己受 自私受戒 对佛像 对菩萨像 对地藏像 没有师父给我受戒 找不到师父给我受戒 那你对佛像前受吧 但是得自信 地藏菩萨里 说的三脚方便 如果你能自信 得佛前受 也得戒 是大乘受戒法 说你要想 行菩萨道 那你必须得受 菩萨戒 身口意 三具净戒 舍律戒 舍善法戒 摇衣有情戒 菩萨要受 摇衣有情 就是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 有十重四十八情戒 那叫菩萨戒 利益众生戒 你把你在家人的叫二具境戒 出家人的叫五具境戒 说大乘莫和言 这个专讲一下子 就是我们发菩提心了 要行菩萨道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你要受菩萨戒了 应当受菩萨的根本重戒 受了戒了 要持戒 特别是舍善法戒 收舍一切善法 舍是舍受的意思 所有一切善法 要不是给一些众生 把一切善法 都不是给一些众生 这从行善方面做好事 方面讲 但是你要想令一些众生 你颠第一个 要舍律一戒 菩萨有菩萨的律意 舍律一戒 把大乘小乘 一切所所致死的 只能行善的一切方便 这就舍善法 这就舍善法 收舍一些善法 把这一切善 都不是给一些众生 舍化众生戒 要想划斗众生 佛也知道有戒律 你要想斗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得先具足一切戒 没有清净戒施 找不到清净戒施 不懂得戒法的 不能传授戒 那叫清净戒施 在戒律里面有讲 如果戒施不清净 你不得传戒说法 所以在努伊大使啊 他乡授戒 在南沿菩提 他观察 找五个清净戒施 找不到 没有 不可能 他才在《大藏经》里头找 才找着 《善乐业报经》 这个经以前没人说 是从努伊大使开始的 他在《善乐业报经》里头找着的 找着他就一直这个 《善乐业报经》 拜颤 拜斩插颤 他得了清净轮向 他得了接了 但是他不会做斩插轮 所以这个法 也没得到传 你知道 洪伊大使 洪伊大使是专洪努伊大使的 他查出来 洪伊大使才做斩插轮 才发愿 洪洪 《善乐业报经》 坐着《善乐业报经》 他没有讲《善乐业报经》 《善乐业报经》 这里头就告诉我们 说行善 属于舍善法界 收拾一些算法 行善里头的 也有行善的规矩啊 我们做好事 还犯了错误了 还不知道 做好事 有做好事的 也有做好事的规律啊 这就是舍善法界 和戒律里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清楚 在你行不死道 摄受众生的时候 你心里有扎念没有 心里清静没有 这个关系非常大 因此必须得想到 必须想到 同时 要护念自己 像我们无缘无故的 伤害众生 杀众生 你不知道 比如说举个例子说 我早前出来走路 你知道你脚下踩死了 那个小虫子 你右眼看不到的啊 微小生命啊 对 这也告诉我们 假使说 你早前一开始 一走路 你要念一个记字 从早人诞 直至末 一切众生 智慧后 要与足下 伤其心 愿如及时 圣经动 念念观想 把这些众生 都送到极乐世界去 因为你不知道 伤了没有伤 那你早就先念这个记字 往来下层 穿鞋走路 假使说 把他误伤 杀 踩死了 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去了 愿如及时 圣经动 你有这个力量吗 不是你的力量 这个祭送啊 是一切祝佛的力量 你念这个记送 加一切祝佛 菩萨的力量 表示你 念念的利益众生 念念的不伤害众生 因为你这一念 就感到祝佛 菩萨的加持力 这个记 这个记字呢 是产生的花眼睛 文殊菩萨说的 花眼睛的净行品 文殊菩萨告诉我们一个 说你早起一起来 一穿鞋 要出去的时候 你千万要注意 你先把这个咒念一念 这个经上就是咒 从早起一时到晚上 到你上床 不走路为止 从早人诞直至末 一切众生致回后 要如竹下伤其心 愿如及时生经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